当女生宿舍要拿快递 帮我拿吗 合了合了 帮你们拿快递都是我顺手 没试试吗 喂 我都到宿舍了 你查不到 你让我怎么拿呀 哎呀 富贵 你要是能啊 帮我去拿不拿快递呗 不顺悟的吧 妈 我 哎呀 我这有校园带拿的微信 我推订你呗 你别老是拿富贵的 你们何时回来接我 帮你们拿就是顺手 帮我拿就是麻烦 看来校园带拿服演我 你们怎么不收标啊 好了 我都帮你拿了 富贵 谁也帮不了你 喂 这是什么 你的快递是什么 什么道子啊 我找了半个小时了 还没找到啊 啊 那你得仔细找找呗 肯定在那儿 时间太久我都不记得了 哦 对了 43号楼地下室 还有交易超市门口 和东北门外 是我的5块钱 你记得帮我拿着哦 爱你宝贝 还回来我都等极了 哎 你是不是少拿了呀 啊 不会呗 我都摔着你个五个曲线马一颗颗拿着 这里显示已经签收了 那个可是我朋友给我买的冰吞吞 你不会弄丢了吧 不会呗 我拿着吃 我都会好好呗 我不请我再沿途 往你回去找一下 找什么呀 我的冰吞都给别人捡走了 你说吧怎么办 你又拿了快递 你得复合着 小童小童 你快回来救救富贵吧 萱萱又作妖了 头痛 反正都是你弄丢的 你不赔数不过去吧 赔什么赔 这不就是你的快递吗 小童你什么了 哪找到的呀 刚到楼下就有快递员说 有个叫萱萱的 让放快递贵一个多月了 都没来拿 我身份就给拿上来了 这你怎么 原来是这样啊 某人诬陷人啊 哎呀 我这不是记错了吗 再说了 你们都让富贵拿快递 凭什么就说我的啊 我们 我们让富贵拿 都是一两个小件好吗 而且没让他白拿 我帮富贵一周的早餐 小童帮了他一个月晚餐呢 哦 原来是乖 我们也富贵好处了 没想到我们都是社友 你们还记到这些 富贵帮你是情分 富贵帮你是本分 说好听点是社友 说的不好听了 那就是住四年的陌生人 你又想人字后又想白条的 你怎么想的那么美啊 就是 你又不是搬出去住啊 你怎么没吃